泰国曼谷市中心一个纸醉金迷的旅游圣地 在这闹区里藏着一间台湾人开的民宿 一开门就超热情 她就是这间民宿的老板Ashley 三年前带着几十万来泰国创业 从分租公寓做起 亲朋好友都觉得 她疯了 因为我以前做不动产 那我觉得泰国的不动产 其实是很 就是还蛮有发展的这样子 来之后就发现很多的困难 是在于语言不同 然后很多的习惯就是不一样 就像泰国什么都慢慢来 装个热水器可以装个大概 就是两个礼拜 那个时候有没有我想说 我们大概只会有五个房间吧 结果没想到就是搞成这个样子 这边她在这边 它第一个像是会相遇啊 如今民宿生意好到 姐妹两年受访都得分开进行 两年前花一千七百万 顶下这一栋六层楼九公寓 一共二十五间客房 全部重新装潢 这层楼呢 就是我们的设计都是跟 泰国各种不同的场合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走廊的设计都是一些泰国街景房子这样子 那像我们今天要来的这间房间呢 它其实是一间店 中和泰国风俗的设计 房间非常宽敞 而且都配有小厨房 每节风格都不同 一碗平均房价约两千多台币 目前订房已经排到明年四月 年营收破千万 我们有自己在训练一些导游去参加我们的一日有行程 应该是说中文导游 很多的华人啊 他们在来到一个来到泰国的时候 可能心里会不安啊 让我们有一个中文导游可以用中文 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文化历史啊 经营项目越来越广 不过这对七年级姐妹花还没就此满意 现在持续在泰国列地 目标要自己盖出一栋梦幻民宿 真正的在泰国落地生根 三列雪林松宾丁西亚在泰国曼谷的采访报